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杜月里问妹携手闯关 男单方面赵俊鹏带来惊喜 他直落两局横扫前世界第一的印度老将斯里坎特 顺利挺进16强 男单赵俊鹏2比0斯里坎特赵俊鹏 是陈龙之后国语男单新一期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 目前位居第23位 前世界第一的印度名将斯里坎特现在世界排名第13位 他也是上届世锦赛的亚军获得者 因此在这场比赛之前 赵俊鹏并不被看好 不过两局比赛过后 国语新一哥却给所有球迷带来了惊喜与意外 首局赵俊鹏上来就以7比30跑 斯里坎特追至9比13之时 赵俊鹏直接轰出一波8比0的攻击波 以21比9轻松先下一场 第二局赵俊鹏在前半段9比11落后的情况下 强势反扑 纠缠到16平之后 赵俊鹏后城发力以21比17锁定胜局晋级16强 八分之一决赛赵俊鹏vs马来西亚一哥李子佳 女单陈宇飞2比0谢舒牙国语一姐陈宇飞 世界排名第四 试赛会四号种子 马来西亚选手谢舒牙世界排名第40位 从排名也不难看出 陈宇飞实力占优 双方前五次交手 国语一姐五战全胜 因此这场比赛谢舒牙几乎没有爆冷机会 首局陈宇飞开局9比40跑之后 谢舒牙突然发力将比分反超为12比10 陈宇飞13比15落后之时 回敬了一波7比0的得分高潮 21比17陈宇飞立把头筹 第二局陈宇飞乘胜追击开局 就以6比2拉抬分差 尽管中局阶段 谢舒牙顽强将比分破进到12比14 但随着陈宇飞的攻势再起 国语一姐还是以21比15结束战斗 收获了一张16强门票 八分之一决赛 陈宇飞将对阵泰国二丹 世界排名第10的李美妙 女双陈清晨贾伊凡2比0 21比15 21比10 彭纳帕斯基杜月李问妹2比0 21比17 21比13 刘玄玄 夏宇婷张舒贤正宇2比0 21比14 21比17 迈克菲森托伦斯世界排名第一的 陈清晨贾伊凡是本届世锦赛未免冠军 印度组合彭纳帕斯基实力有限 因此全场比赛都未能给凡尘制造太多压力 比赛毫无悬念 陈清晨贾伊凡直落两局 轻松过关 在未免路上轻松迈出了第一步 凡尘组合的下一轮对手 是丹麦组合迈尔肯弗勒尔哥德撒拉蒂格森 对手世界排名第16位 一场得比之争 国语今年推出的新组合杜月李问妹 世界排名第19位 笑到了最后 刘玄玄夏宇婷 世界排名第23位 无奈出局 第一局刘玄玄夏宇婷进入状态较快 以6比3领先 杜月李问妹9比10落后之时 连得7分实现反超 局末刘玄玄夏宇婷挽救了三个局点 却于是无补 杜月李问妹21比17 心声夺人 次局刘玄玄夏宇婷开局 仍然领跑的情况下 在此痛失好局 杜月李问妹在7平之后突然发力 后半段轰出13比0的攻击高潮 以21比13 结束了这场得比之争的所有悬念 刘玄玄夏宇婷的进步太慢 未来仍需努力 下一轮杜月李问妹的对手 是世界排名第6的世界冠军 松本玛又永元和可娜 世界排名第13的张书贤郑宇 面对苏格兰组合迈克菲森托兰斯的挑战 全场比赛都未费太多周折 21比14 21比17张书贤郑宇直落两局轻松过关 由于日本组合赛会2号种子福岛游记广田采花退赛 因此下一轮对阵新加坡组合金宇家黄家营的情况下 独守下半区的张书贤郑宇极有可能锁定一张四强门票 混双一号场地第14场郭新娃美张书贤 vs邓俊文谢盈雪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